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韓总统影席院两天一夜快闪访日 会见日向岸田文雄 回为十二年再办元首高峰会 日本解除半导体零件 消韩贸易禁令 南韩撤回在WTO对日控诉 日本工会春斗谈判 与资方达成平均加薪 百分之五点二八初步协议 是三十年最大幅度 而越南成为日气外国设点大热门 也看重当地科技人才 流亡美国被中国通缉的富商 郭文贵涉嫌诈骗十亿美元 至少挪用三亿美金 供自己和亲友过奢华生活 在美国纽约被捕 全球第二座哈利波特影城 六月中在东京开幕 包括霍格华兹大厅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禁忌森林等经典场景 未来将采完全逾越制 以管控人数 观众朋友玩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在美中严重对立 超过了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今天这个头条是美方逮捕了 中国一直通缉的富商郭文贵 他逃到美国八年 你说他低调吗 对 那么他一直在逃避 通缉逮捕 但是他的行径 在某种程度来说 又确实非常的奢华高调 逮捕他的时候 他躲在纽约第五大道 有15间房间的豪宅里面 被捕原因是他涉入诈骗 他总诈骗金额高达10亿美金 从美方的起诉书当中看到 他是透过批评中共 获得大量的 美国和中国的网友支持 支持的方式就是捐钱给他 或者参加他起头的投资 在这五年里面 郭文贵这个人积极鼓励 这些跟他一样反共的支持者 来捐赠现金 他投资的关系企业 有很多名目 从农场到加密货币 通通有 他承诺高额回馈 结果他收到的这些钱 全部用在买自己家里 上十几亿美金的豪宅 买十多亿的跑车和游艇 他在法庭上完全拒绝认罪 至于抓到了这一个通缉犯 北京外交部目前的情况 相当保留 说法是不掌握情况 打着反共旗号 流亡美国八年的五十二岁商人 郭文贵 因为被控涉入总金额高达十亿美元 约三百零六亿台币的诈骗案件 周三凌晨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上 位于十八楼的豪华公寓内 遭美司法人员逮捕 不料当FBI调查人员 在自成有十五个房间的豪华寓所内 进行搜证时 楼层内却窜出火苗 FBI人员被迫撤离 火灾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公寓内部遭严重破坏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文件中 指控拥有包括七哥在内 多个不同化名的郭文贵 利用自己作为中共批评者的声望 获得大量网友支持 二零一八年其他陆续拍影片 鼓励支持者捐赠现金或参与投资 五年来有超过千人受骗 上当 郭文贵鼓励投资的项目 包括他与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 川普竞选大将与首席测试的班农 联手成立的GTV媒体集团 还有农场贷款计划喜马拉雅农场联盟 以及名为喜马拉雅币的加密货币等 起诉书称 郭文贵在取得资金后 不但把钱转到妻子与孩子的账户中 更拿骗来的钱在纽泽西购买价值四千万美元 相当十二点三亿台币的豪华庄园 以及价值四百四十万美元 约一点三四亿元台币的布加迪跑车 甚至买下一艘价值三千七百万美元 也就是十一点四亿台币的豪华游艇 二零二零年班农就是在这艘游艇上与郭文贵会面时 遭美方司法人员以涉嫌募款诈欺的罪名逮捕 班农当时拒不认罪 并且得到时任总统的川普豁免 这些豪宅跑车与游艇 以及与郭文贵相关的二十一个账户 总计约六点五亿美元现金 都已经遭美方以诈欺收益之名扣押 郭文贵总计被控包括电汇诈欺 证券诈欺 国际洗钱以及妨碍司法等十一项罪名 涉及刑则高达一百九十五年 而郭文贵的财务顾问 也是加密货币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创始人 于建明 同遭美方控罪目前在逃 我叫马建 原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 这六套房产的总价值 应该是九百万左右 当时因为我们资金不够 所以从郭文贵那里 以借的名义拿了六百万人民币现金 并交付了房款 实际上这笔钱 郭文贵就是想给我 郭文贵是在2015年 大陆国安部前副部长马建 遭双规落马之后 被踢爆长期透过钱权交易 来取得包括北京知名建案 盘古大关的土地开发利益 因而逃亡美国并且申请庇护 此后他拍摄影片 声称爆料中共高层内幕 开启了自己反共网红的道路 吸引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支持者 连曾经的中国国脚 大陆足球明星郝海东 都公开拥戴 但郭文贵在反共圈 取得高知名度后 反而多次批评 包括人权律师滕彪 在内的其他海外异议人士 由于他早已被北京当局通弃 如今再遭美方以诈欺罪名逮捕 分析认为事件不会对中美关系 带来影响 反而是他与班农的关系 让外界关注 未来他上法庭会否曝光 更多涉及班农 与美国右翼派系的内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个华六的炸气犯 看起来不管在中国或是到美国 他所牵涉的案件 都是纠葛着金钱和政权 持续关注 接下来看的是全球银行 现在都面临 这个银行因为要打压通膨 那么各国不断的升息 在高利息的情况下 银行的债券价值不保 而银行的运营 当现金不足的时候 就面临危机 全球性的银行 瑞士信贷 因为大股东不再挹注资金 引爆投资人恐慌 股价狂卸24% 为了稳市场 瑞士央行宣布 必要时要提供瑞幸流动性资金 瑞幸立刻宣布 向央行借500亿的瑞士发廊救急 消息一出 华尔街跟周四的雅谷 跌幅稍稍收敌 但投资人改拥抱 比较安全的币产资产 那么推升了美元 日元跟黄金的价格 专家这时候提醒 是瑞幸的问题 会比美国的区域性银行 也就是矽股银行 更叫人担忧 欧美银行危机一个接一个 牵涉更广的全球性银行 瑞士信贷再爆危机 这个拥有167年历史 瑞士第二大的老银行 在最大股东 沙物帝国家银行 排除增加持股 在溢注资金的可能后 股价大跳水 狂卸24.2% 一天市值跌掉四分之一 瑞幸部分存款开始转往死对头 UBS瑞银集团和德意志银行 为了指写 瑞士金融市场监力局 和瑞士央行发布联合声明 表示瑞士国家银行将在必要时 提供瑞士信贷流动性支持 之后瑞幸宣布向央行借500亿瑞士法郎 相当540亿美元和台币1.65兆 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第一家获紧及资金活水的 全球主要银行 瑞士官方声明也强调 美国某些银行 不会对瑞士金融市场 产生直接传染风险 美方则一再强调 美国整体银行体系状态良好 不少专家认为美国矽谷银行破产 只是个案而非系统性金融风险 不过全球最大避险基金创办人 达里欧 则以矿坑中的金丝雀来形容矽盈 认为是危机的先行指标 后续可能引发更严重的连锁反应 其实瑞士信贷这几年丑闻不断 本周发布的全年财报 坦诚内部控管存在重大弱点 经济学家认为瑞幸股价崩跌 主要是投资人在矽股银行倒闭后 认定它是大型银行中最弱的环节 周三欧洲股市因此写下一年来最惨交易日 在瑞幸拖累下 欧洲银行指数重挫百分之七 美国地区性银行股价同样走跌 被降为垃圾等级的第一共和银行 大跌百分之二十一 四大银行如摩根大通 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 也跌二到六个百分点 不过专家认为瑞幸股价创历史新低 比美国地区性银行更令人忧心 对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有更深远的影响 在瑞士央行出手后 十六号亚洲股市跌幅稍稍收链 但依旧跟随华尔街脚步全面收黑 日经指数一度大跌五百点以上 收盘时下跌两百一十八点八七点 台股金融股同样走跌 拖累加权指数开低走低 中场下跌一百六十六点 不止股市受影响 瑞幸风暴也引发避险情绪升温 投资人涌进避险资产 带动黄金公债价格上扬 纽约黄金期货涨百分之一点一 每盎司来到一千九百三十一美元 美元对瑞士法郎一度大涨百分之二点一五 是二零一五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日元对美元则升到一百三十二元价位 尽管金融市场动荡 消息指出欧洲央行周四 仍倾向升息两码压通膨 体育生问综合报道 全球经济的震荡 当然源头还是已经进入 超过一年的欧战 俄乌的战事目前呈现胶着 乌克兰的军队用步枪 打下了俄方的无人机 发现是中国制造的农用无人机改装 巴赫姆特这城镇俄军九公布下 八成的囚犯兵都已经伤亡了 传出瓦格纳佣兵团要招募监狱的女球 送上战场 这是俄国军方故意让佣兵团陷入困境 而美国国防部表示 会持续支援乌克兰军事的战车和训练 波兰是率先确定 再过四到六个星期以后 将会运送战机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苦求多时的外援战斗机 终于有眉目 波兰政府发言人确认 将在四到六星期内 原屋米格29战机 比起美国不给的F16 米格29倒是乌克兰飞行员 已经熟悉使用的战机 秘而不宣的其他几个国家 可能包括芬兰 芬兰总理马林月初访问基辅 表示不反对讨论 把国内将退役的FA18 旧式大黄蜂战机运到乌克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重申 将持续培训乌军操作美方提供的地面武器 军援会持续整年 但乌克兰军民 其实都不希望战事持续整年 因为俄军作战实在太反应性 白领弹落在乌克兰东部的查西夫亚尔镇 在巴赫姆特写新战场 俄军也不断使用这种 在日内瓦公约中明文禁止使用的武器 3月14日美军一架MQ-9 无人机在黑海上空遭俄方军机撞毁坠海 美方表示航线是国际法允许吃雨 俄方指控美方挑衅扬言捞走无人机残骸 美俄国防部长事后通过电话 但飞机落在公海 美方也正在试图取回残骸 并声称已删除机上重要资讯 俄方不会获得情报 只图增美俄间紧张 俄军无人机低空飞过头弹 则让战壕中的乌军很紧张 每个小小炸弹破片都可能夺命 上周六凌晨两点 这名乌军差点被炸死在战壕中 幸亏无人机飞行高度太低 被他用步枪击落 麻烦的是 被当自杀炸弹用的这款无人机上 还有卫包弹 这可并不是中国大陆 援助俄罗斯的武器 淘宝上都买得到的 厦门云伦公司制造 Nugen 5无人机 原来设计只工农业与森林防火用 网上售价约一万五千美元一价 战前号称军武大国的俄罗斯 一年后改装撒农药的无人机 攻击敌人 让前英军无人机专家看傻眼 比没有技术更糟糕的是不择手段 社群媒体上一段影片显示 恶战克里米亚地区 小学课堂上都开始教导孩子 组装步枪 在这过去属于乌克兰的领土上 下一代正在被训练 要对战同胞 恶军真的有这么缺人吗 瓦格纳用兵团试图攻下战略要地 巴赫姆特已经两个月 招募来的囚犯兵员 据说已经耗损八成 傭兵们拍片船只社群媒体 抱怨乌军强力反击 炮轰他们的藏身处 佣兵手脑不在意气风发 外界分析瓦格纳军团 现在被卡在巴赫姆特 根本是俄国国防部长 烧一股挖洞给他跳 普里格钦太想抢弓夺权 现在兵员弹药都不够 普京无法负担 瓦格纳用兵团失败的后果 难道要让军方质疑 他这个领导人决策错误吗 俄罗斯两军头与普京间 上演全都大戏 前线用兵们当然都是跑回 乌克兰没有无尽的兵员 士兵们靠着机动与勇气作战 这名士兵冒险冲进废墟高楼层 用监射式火箭炮 瞄准俄方战机将其击落 而俄国人称团体则向西方媒体透露 瓦格纳已开始计划 招募俄国监狱内的女囚犯上战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日韩的正式外交关系重大突破了 南韩总统尹兴越在16号展开 两天一夜的日本行 他在周四下午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举行了峰会 这是两国元首隔了12年 第一次重启叫元首穿梭外交 在周四傍晚两个人召开 共同记者会确定重启 长期中断的韩日安全对话 要建立经济安全的协商机制 积极合作应对北韩的威胁 在这次元首会之前 日本率先宣布 解除对于韩国三项 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出口限制 而且为期三年八个月的日韩贸易战 因为这项限制解除 形同宣告完全休战 日本一队以军礼迎接 现场奏起南韩国歌 南韩总统尹兴越出访日本 东京首相官邸举行盛大欢迎式 这是南韩总统时隔四年在访日 更是双边时隔12年 重启元首穿梭外交 影视院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率先召开 只有部分幕僚陪同的少数会谈 接着举行扩大双边会议 讨论二战争用功和经济悬案 以及安保问题 而在两人会晤之前 日本已率先宣布 解除对韩三项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出口管制 作为回应南韩也宣布撤销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申诉 接下来两国恢复贸易优惠白名单指日可待 或许是早就料到日韩贸易战开打三年八个月能够出现重大转机 这一趟两天一夜日本行 影视院还带着五大财团掌门同行 包含三星电子会长李再荣 现代汽车会长郑亦轩等人 十七号都将出席日韩商务圆桌会议 两国经济合作也引发期待 执政第二年最重要外交秀影视院行前做组准备 特别找来亲民智囊团取经 包含前国务总理 前驻日大使 以及金大中学院院长 都是南韩历届政府韩日关系重要推手 出发前夕 尹锡悦接受多家日本媒体专访 承诺就算政权会更迭 征用功问题也绝对不会复燃 重申截套方案是为了国民利益做出的决定 尹锡悦以意想不到的征用功案 换来日韩荣兵的机会 但南韩民间反弹声浪持续高涨 征用功案受害者及维权团体 反对第三方赔偿连日发起示威 还正式再次向南韩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直接向三菱重工等涉案日期追讨赔偿 南韩最大在野势力共同民主党欠责第三方赔偿 是南韩外交史上最大耻辱 来到龙山总统府周遭抗议 169名议员集体联署 要求尹锡悦政府撤回方案 日韩荣兵的大日子 北韩不忘刷存在感 在影席月出发前几个小时 北韩右朝东部海域试射洲际飞弹 导弹以高阳角射出飞行约1000公里 日本防卫省也捕捉到疑似导弹落海的画面 南韩连参分析认为 可能是北韩去年底高调试射 称之为世界最强武器的火星17型洲际飞弹 南韩掌握到状况 清晨召开紧急国家安保会议 总统尹锡悦上飞机之前 特别赶往龙山总统府地下碉堡 听取报告 强调韩美日会进一步加强安保合作 一定会让北韩付出代价 韩美十三号就启动围棋十一天的 自由护盾大型联合军演 这两天集中进行跨昼夜初级演习 南韩空军F35A KF16等战机 挑战三十六个小时接力出动 而用南韩陆军主导渡河训练 也正如火如荼开展 南韩国防部长李中谢 走访前线指挥所视察 在日韩元首会期间 韩美军演力度不减 官司认为被韩挑衅持续升级 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随着日韩关系回温 美日韩安保合作将更为紧密 体育别是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年度工资谈判春斗 在15号结束 受到物价高涨及人力不足的因素 劳房罕见地迅速果断给出回应 大部分企业都做出了满额回答 愿意实现劳方要求的全部加薪金额 整体调薪幅度超过3% 这是创了日本调薪 30年来最大的调薄 日本春季大戏年度薪资谈判 春斗数号落幕 斗出了30年来最大幅度加薪 不断破纪录的超高物价 压得小老百姓喘不过气 今年的春斗出现两大罕见 一是拍板定案快速 例年ですと同じ時間 このホワイトボード 左側しか埋まっていない都市が 多い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が 今年見てみますと この右側の中段の辺りまで 埋まり始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 二是资方赵丹全收 ちょっと見てみますと 左側が要求額 右側が打欠の額なんですが 21607円の要求に対して 同じ数字が書かれているのが 分かりますでしょうか 满額回答指的是资方 答应労方要求调涨的全部金額 这次春斗 大多数企业都给出了满額回答 今年春斗 虽然日本各界给予高度評价 但有本事实现加薪的 多市大型企业 占日本絕大多数的中小企业 是心有余而利益不足 原材料の値上げ それから物流コスト こういうものが全て 押し掛かってきてる 値上がり分は全部 のせきれいないですね当然ね 特に超大手さんは 割に漫画回答みたいなこととかが 先に踊ってるので ちょっと私としては苦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大环境不景気 策マーに金不在資本 さらに労方 薪水若不能让员工满意 流失的人才恐怕难找回 过去日本还能倚靠外国人技能实施制度 向东南亚伸手弥补劳动力 但是曾经的人力仓库越南正迅速崛起 现今越南年轻人眼中 日本企业不再像过去那样吸引人 越南政府实施转型 将科技列为国家战略 编列预算培养相关人才 在2015年达成年产超过10万名本土工程师 让先进国家争先恐后的抢人 越南人从体力劳动者变为专业技能者 而专才需要用更多酬劳购买 日本经济机构统计 受雇日气的越南员工薪资年年升高 15年来成长近三倍 早就不是过去的廉价外劳 有的甚至还处食了 越南前辈边说日本水地边际 这已经是其余这间金属加工厂的日常 厂内约有一成越南籍员工 大部分都拥有高度技能 有的甚至已经担任主管职务 为了留住人才 老板在薪资上已视同仁 若要租房公司也愿意做保人 还准备了医疗保险一起照顾员工在越南的家人 对于有家庭因素不能外派的员工 可申请驻留越南办公室兼顾事业家庭 一切以员工较度出发 在不景气中留住人力 让企业能继续迈进 TB的新闻中的报道 另外在欧洲经济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英国 英国在周三发生了去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大罢工 这个大罢工是包括了四大行业 诉求要更合理的薪资 同一天英国的财政大臣杭特就2023春季预算发表演说 基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最新的预测 杭特说英国今年渴望免于衰退 但是经济会持续萎缩 英国通膨今年可能有机会跌到2.9% 而这位财长还宣布一系列劳动市场的改革 希望因应缺工问题 也提出各种刺激企业投资的方案 英国财政大臣杭特布出唐宁街的官邸 随机将手上的红色手提箱在媒体前展示一番 之后便带着里头的2023春季预算 驱车前往国会发表 杭特接着警告 虽然免于经济衰退 但人会萎缩 要到明年才会成长 杭特这次提交的预算案 赔除大规模支出或减税措施 并宣布未来五年将国防预算 扩边110亿英镑 另外还打算成立12个新投资区 进行税制改革 一次鸡皮肉的企业投资 加上一系列措施 包括冻结燃料税 将加户的能源账单补助 延长三个月 还有预婴到年金改革 企图推动更多人力参与就业市场 但这却不是广大劳工最想要的 预算案发布当天 从公务员教师 铁路司机到年轻医生 一起走上街头罢工 诉求的是更合理的薪资 这堪称是去年抗疫行动展开以来 最大阵仗的一次 如今杭特竭尽全力 要修复英国掌管财政能力的信心 只是能否让大众幸福 回顾六个月前 在位短短一个多月的 前财政大臣夸腾 也发表了信誉上案 跨腾的迷你预算案 主打大规模支出和减税 却不巧碰上通膨飙漏历史新高 英镑对美元贬到数十年新低 政府工债值率率也动荡 不只让英国央行紧急出手干预 国际货币基金IMF也基础警告 直到航特上台 成为短短几个月内就任的 第四位财政大臣 火速来个发家湾 事到如今 美元支出已经从去年底回落 经济数据也显现复苏征兆 但英国人是G7当中 唯一一个还没回到 一钱水准的国家 而零售业又在这时陷入危机 身为四大国际时装州之一的伦敦 正面临精品顾客流失 越来越多美国 中国大陆和中东的游客 改去巴黎和米兰写评 以美国游客来说 虽然在英国的消费支出 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但相较之下 法国和意大利消费额 已经增加超过一倍 更糟的是 就连英国人自己也跑到欧盟消费 因为能拿回更多退税 让业界专家呼吁 英国必须提升竞争力 并尽快恢复购物免税 紧接着一周后 英国央行的利率决策就要出炉 在连续升息十次后 碰上最新预算案 以及近期的金融市场动荡 也为这场万众瞩目的会议 蒙上阴影 体育月新闻总和报道 刺激消费 在国际解封之后 各国其实想的都是观光客 到这里来花钱 日本即将迎接观光客 一定会爆满的樱花季 樱花季还不够 接下来在今年夏天 日本东京会有 哈利波特魔法影城 张开双倍 拥抱全球的观光客 在这一个哈利波特魔法影城里面 要重现电影场景 而且还提供电影幕后团队 打造的工作 这个是一个新奇的卖点 美国华纳影城的总裁 亲自造访 因为东京这座哈利波特影城 全部是美国华纳 一手打造 连霍格华兹的特快车 也都从伦敦手工制造 力求原汁原味 再运到东京的新影城 电影里的魔法世界 将化为真实 在日本东京都烈马区 占地三公顷 前身是老牌游乐园 风导园 由美国华纳影城 一手改造 哈利波特魔法影城 今年夏天开幕 将霍格华兹城堡 竞技森林等场景 经典重现 美国华纳影城总裁 亲自造访 比照英国伦敦的 哈利波特魔法影城 但日本东京的规模更大 像是场景中使用的 霍格华兹特快车 可是在伦敦手工打造 飘洋过海 来到东京 走进每一个角落 影迷们不仅能感受到 在霍格华兹 学魔法的神奇 还能一窥电影幕后人员 是如何打造细腻场景 和精致细服 去年11月开放自由行的日本 国际旅客逐渐回笼 除了大型企业插旗 小本生意也想抢夺这块大饼 双手灵活甩动 用巧劲将布丁 竹一脱模 放进玻璃碗中 高龄80岁的咖啡店老板 选择以手作布丁 打动消费者的心 除了能抓住 滔客的胃 现场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 因为他们都是透过抖音短片 知道这家店 来到这儿除了吃美食 也不忘拍摄老板的花式手法 上传社群 让这家位于东京的小店 因此爆红 天气逐渐回暖 迫不及待 想要拥抱阳光沙滩 不少人选择到印尼巴黎岛旅游 但这里的商家好苦恼 因为政府正在拟定新规范 将禁止外国人租用摩托车 但官方指出 巴黎岛在2021到2022年 交通事故增加一倍 而今年截至2月 已经有13起交通事故 与外国人有关 官方特别点名 乌俄两国游客 是多起事故的肇事者 尤其当乌俄战争爆发后 有越来越多两国公民 与其居留在巴黎岛 光是今年1月到3月 就有4.3万名俄罗斯人入境 因此印尼政府正在严拟 考虑取消乌俄两国公民的落地签证 到国外旅游除了遵守规范 也要适应当地的新营运模式 法国一家滑雪场 又建于欧洲 占处于能源危机中 实施一系列省电措施 像是缆车的运行速度 比过去缓慢许多 引进测量系统 精准掌握整座滑雪场的积雪厚度 让人造雪姬不用随时随地运行 也是省电妙招 此外街道上统一晚间11点席灯 夜淡灯是提早到今年1月就移除 而这里的餐厅业者 也必须调整菜单降低能源成本 当全球逐渐摆脱新冠疫情 重返地球村的观光荣景 也带来更多的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这个季节亚洲封赏樱花 除了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日本 或者去韩国之外 中国大陆也希望靠樱花祭 或者是樱花林来吸引观光客 说真的樱花它不太适合气候湿热的亚洲 但是适合樱花生长的地方 现在居然出现了广州 他们花了18年培育 可以克服气候跟湿度问题的广州樱 在今年可以搭着赏樱观光的便车 整个学校四个年级 上千名学生带出校外 上海孤村公园打出樱花节活动 即便不是假日 一整天下来吸引三万游客 团圆们其实也期待了很久 这是他们自疫情以来 第一次出来玩 小朋友们也都非常开心 孤村公园樱花数量多达1.6万多株 樱花品种从最初引进的28种 到目前有110种 堪称是上海赏樱之最 本周末是下个周末 我们的中英品种燃整季 即将进入一个圣花观想期 这两个周末也会迎来一个客流的高峰期 长英不用出国 用樱花吸引游客 就连原本不适宜樱花生长 气候相对湿热的华南地区广州 现在也有樱花可上 因为我比较喜欢浪漫一点 发花了没有很幻想 春天天气好嘛 就像出来走走心情就会好 每一年来的季节不一样 就感觉有点遗憾 所以想多来一次看看 就是每一次来的就感觉不一样嘛 樱花一般生长环境 在大陆西部 西南部 以及东北亚的日本 韩国 而广州植物园这片樱花林 花了18年培育 广泛种植适合当地生长的广州樱 早在疫情前 大陆樱花经济就逐渐升温 如今再度回归 成了春季振兴旅游的卖点 旅游观望市场是现阶段复苏 较为明显的行业之一 二月访港旅客超过一百四十六万人次 恢复到疫情前三成水平 十三年来首次单月破百万 其中九成多贡献来自路客自由行 香港观光业摩拳擦掌 等待接下来大陆五一的长假商机 大陆平复苏也关注能否持续稳定 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到二月 国民经济数据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点五 相比去年一到十二月数据 则下降百分之零点二 从国内来看 经济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初步的恢复的阶段 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 还比较突出 稳定经济运行 促进经济气温持续的好转 还需要付出监控的努力 从投资方面来看 房地产仍然处于下降趋势 但降幅有所收债 而在消费类别中 餐饮收入回升最明显 同比增长百分之九点二 整个一个订单量 跟去年同期相比 基本上增长了将近两倍左右 我们人员确实缺的 也是比较厉害的 餐饮引领内需市场回暖 缺供现象也最为明显 在浙江的饭店 为了吸引求职者 还用直播方式 公开内部工作环境 饭店表示 今年第一场招聘直播 浏览观看量 就突破210万 一场直播下来 最多能收到1.5万份履历 用直观方式 让求职者了解工作内容 而在北京 餐饮竞争激烈 更将一线员工底薪 拉高到人民币4000起跳 生意好 还有抽成奖金 在外部经济环境 不明朗下 扩大内需 是大陆今年提振经济核心 整年度GDP 能否保五成功 找回民众的消费力 成了关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Focus还是在中国 中国大陆搜寻引擎的龙头 百度发布了中国版的 AI聊天机器人 尴尬的是 发布会举行同时 港股上市的百度股价 却狂泄了一成 酷炫的片头月中 百度创办人李彦宏 亲自登场 推出全新的 中国版聊天机器人 李彦宏说 他不但会聊天 帮忙写广告文案 设计海报 还精通大陆各地口音 请用四传话 将以上内容讲出来 随时后发展 此外交通力 应该是还些 只有脚高增控密度 接下来还可以跟 人类设计师一起 创作影片 当有人执着地发问 却会有不曾想象的回应 整场发布会强调AI聊天功能 却并非现场对话测试 而是由李彦宏介绍 事先录制好的对话影片 他的说法是因为 人类打字提问比较慢 这样比较好呈现 还不完美就要上架 李彦宏说是因为市场需求迫切 而且真正上线后 机器人学习会更快 尴尬的是 下午两点 记者会开始后 港股上市的百度股价 一路暴跌10% 还带摔香港科技股指 跳水2% 微博上 他的网民也不客气 批评百度缺乏竞争 又太商业化 很难信任 他能够真正的AI科技突破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